不要做了71年的 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国民党员身份 幸运大师甚至还担任过 国民党的党务顾问以及中评委 但他对朝野政治人物却从无偏袒 在他眼中通通都是佛菩萨 前英文更是无人马祖婆 2050年蔡总统参加大选 幸运大师夸他 几天后国民党参选人也来了 幸运大师同样送上祝福 宗教地位崇高 但提倡人间佛教的幸运大师 从不避讳世俗烟火器 每逢选举佛光山就成了政治打卡热点 包括韩国瑜 郭台铭 都来拜访 甚至他还登陆拜会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因此被封政治格圣 早年他还自觉委屈 但后来霍达与对 也认为这称呼是表示他很有力量 不舍弃任何一位众生 而这些都是须民不计较就好 非常的伟大 大家都非常的尊敬幸运大师 他不但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 他是我们中平委 他是我们中平委主席团的主席 我们都非常的敬重这位长辈 我很尊重的我们佛教界的领袖 幸运法师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 国际国光会 未来在人道救援的工作上 继续发光发热 幸运大师原集蔡永彤也发出新闻稿 感念他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希望大师的慈悲友爱精神永存世间 台北市长科文哲也抛合照圣战 大师弘扬佛法培育人才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引用佛语 连生死都看淡 蓝绿争夺的政治须民 在大师眼中有隔续计较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